大家好,我是小广 说起北京的夜生活 相信很多朋友们会想到北京的鬼街 一些著名小吃 像麻辣小龙虾等等 也是非常的有名 而鬼街所在的位置就是在东芝门内 我现在在这条 东芝门内大街的一个交口处 看到了一座不一样的建筑 现在我们能看到 这座建筑是一座门 并且并不是特别的奇眼 根据官方挂牌所写 我们能了解到 这是东药王庙的遗址 可以说在明清时期 药王庙在北京是有好几十座 但是固定有庙会的只有四座 在北京内外城是有四座药王庙 分别为东西南北药王庙 而东芝门的这座就是东药王庙 据史料记载 东药王庙是始建于明湾里面间 据说是太监冯宝所建 在当时刚刚建成的时候 这座建筑是非常的精巧 庙与雅境 又被称为小药王庙 传说在农历的四月二十八日 为药王的诞辰 按照惯例 在药王庙要举行药王会 在这个庙会期间 香客游人那是络绎不绝 香火是非常的旺盛 在当时可谓是圣祭一时 但是到了民国时期 药王庙就开始走下坡路 逐渐遭到了冷落 在1937年对这座药王庙进行调查 里面只居住了一位道士 这座东药王庙在曾经建到的时候 可不仅仅只有这一座山门 在前中后是有三大殿 并且在进入山门之后 在左右两边还各有中古楼 当然啊 眼前我们看到这幅景象 很难想象到 他曾经的这个东药王庙 是什么样子 其实在20年前 也就是在2001年的时候 除了山门 还是有一座寝殿的 但是到了2002年 就将这座寝殿拆除了 并且在施工的时候 在地下的三米处 发现了一通残碑 刚才我们讲到了 在民国开始 这座东药王庙逐渐被冷落 庙内的明代石碑 也不知去向 没想到在这次施工当中 在地下的三米处 发现了这通残碑 碑身长为2.4米 撰写了几个大字 赤剑东药王庙碑名 并且在碑文 还有百余字 都是小凯 记载了这座东药王庙 史剑的史实 由此也正式确定了 这座东药王庙 确实是建于 明朝的万历年间 之后就将这座残碑 树立在了山门的旁边 这座山门 就是按原来的样貌 所附建的 而这座石碑 也是重新进行了修复 重点是保留了原残碑 将仪式的部分 用石料布齐 并且配到底座 使这整座的残碑 恢复了原来的高度 现在我们也能看到 这座碑 是重新树立在了 东药王庙的山门之后 供人们来游览观赏 而除了山门和残碑 这座东药王庙遗址 还有一棵二级的古槐树 现在整体的东药王庙遗址 也就是如今的这幅模样 每天来往的行人们 可能并没有多少人 会注意到这个建筑 但是这座东药王庙 背后的历史 也永远不会在 岁月的场合中 所淹没 好了 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以及关注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